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意。 好高物远的想法,可能很多人进了社会之后,都会吃些亏,然后慢慢常常记性。 知道有些事情不能碰,容易上当。 其实,人这一生,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。 如果认知不到位,那么即便岁数到了,也容易被人欺骗。 就好像我们家里的老人,总被人骗着买保健品一样。 人过五十,一定要戒掉好高物远的想法。 否则,很容易赔掉自己的积蓄。 举个例子,我见过很多网友、熟人,都是人到晚年了,还被家里人忽悠做生意,被朋友劝着投资的。 他们自己也相信,可以空手套白狼,赚到很多钱,变成富人。 但是他们从没想过,自己一点经验都没有,凭什么发大财。 而且,他们也不明白,朋友亲戚友好的项目,干嘛不闷声发大财。 这些基本的人性道理,他们始终不懂。 现实里,人在年轻的时候,是资源、精力都很充沛的时候。 这时候,在发财上试错,更容易负担得起。 到了五十多岁,有家有口,再去试错,就要谨慎小心了。 不要再有不切实际的想法,否则很容易被骗。 02.戒掉错误的养生观念。 现实里,我见过很多老人,都很注重健康。 但是,真正能科学养生的人,却不是很多。 有些老人,相信偏方。 有些老人,不相信正规医院开的药方,自己配要吃,等等。 坦白说,如果养生的方向错了,再努力,也是没用的。 人过五十,有必要掌握系统的健康知识,来给晚年铺路。 举个例子,我之前看过一个帖子,说是很多精英到了四五十岁,就会开始系统学习医学知识。 一方面,是他们已经财务基础雄厚,准备退休了。 另一方面,他们已经要为晚年,做准备了。 这时候呢,他们就会自己动手,专门看一些医学书籍,来夯实自己的基础。 现实里,很多老人,会看一些健康视频,讲座之类的。 但其实,这都不算系统全面的知识。 甚至个别的,还会有错误信息。 所以说,正确学习医学知识,对自己的晚年很重要。 03,戒掉糟糕的生活习惯。 人到50,及时戒掉糟糕的生活习惯。 这对健康很有好处,尤其是身体健康,跟心理健康。 举个例子,有的中年人,每天大鱼大肉,油炸食品吃着。 然后,一周聚餐好几次,吃烧烤。 这些,都会积累成油脂,粘在血管里,从而提升血脂。 还可能造成脂肪肝,过度肥胖等问题。 还有的人,晚上不睡觉,天天看手机,导致眼睛都坏掉了。 等到晚年生活,会更难受吧。 现实里,人到了50岁,就要爱惜自己的身心健康了。 审视自己的生活。 即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,才能让自己的健康状态更好,减少生病几率。 现实里,去别人家里串门,是成年人常见的社交方式。 比如有的人,会携家带口,去同事家里联络感情。 或者怎样? 其实,串门这个事情,也要因人而异。 有些人家,根本不适合去串门。 或者有些时候,不适合开口,主动提出要串门。 情商高的人,这三类人家,是不会去串门的。 那里,很有文章。 01生活条件不太好的人家,现实里,假如对方的生活条件不太好,平日里吃穿节俭,或者一大家人住在一起。 这种情况下,我们最好不要去家里,给人家添麻烦。 因为这世上,所有人都有尊严。 如果外人要去,他们还要提前收拾家里。 甚至,要置办一些东西,来装点打扮。 这是给人家增添不便。 举个例子。 比如,有的同事家里,六七口人挤在一个很小的两居室里。 加上孩子的东西,那自然是很凌乱。 如果我们跑到人家里聚会,人家还得费心给我们疼地方,还得准备吃的东西。 这是何苦? 完全没必要折腾人家。 现实里,去别人家里串门,是为了高兴。 但是也要不添乱。 否则,好好的联络感情没办到,还折腾了人家,多不好。 02对方家属工作忙。 现实里,去对方家里串门,一般都要吃吃喝喝,花掉一些时间。 这个吃喝,要么是对方家里提前准备。 要么,大家都点外卖。 但无论哪一种,都需要时间来收拾房间,打扫房间。 所以,如果对方的家属工作很繁忙,节奏很快,我们没必要去人家家里串门,给人家添乱。 可能人家有时间,都想着睡一会儿。 我们跑去干嘛呢? 举个例子。 之前看到一个电视节目,几个男的跑到兄弟家里去喝酒。 喝得太晚,闹腾得很厉害。 人家家里太太,还要忙医院的工作,要充足地休息。 一气之下,就把他们给撵出去了。 你说这种情况,还不如在外面饭馆吃饭,是不是? 现实里,串门吃饭,是个不小的工程。 会对对方的生活,做出打扰。 所以,如果人家家属繁忙,我们就不要折腾人家了。 太失礼了。 零三性子比较冷的朋友,现实里,有些人性子比较冷淡,喜欢跟人疏远,保持距离。 这种朋友,我们就不要贸然去家里打扰了。 因为对对方来说,这是很不舒服的一种体验。 做人,还是需要换位思考的。 举个例子。 比如我自己,就不是很喜欢外人来串门。 对我来说,家是一个很私密的空间,不喜欢别人来打扰。 尤其是我不熟悉的人。 跑到家里来聊天,实在太尴尬了。 感觉很有心理负担。 现实里,跟对方关系不太熟,或者对方没有主动邀请的时候, 我们不要去人家家里做客。 这有些失分寸,可能会引起对方的不快。 真的没什么意思。 有什么事情? 在外面喝咖啡吃饭,都可以。 就别去串门了。